日本狙击手 日本狙击手 它就是只有一袋米 然后又带一个火种 一把大砍刀 在丛林里头砍出一条路来 那丛林很密的 就跟栅栏一样几乎 你一定要一路砍 砍出一条小路来 到了那个大路边上 你选到一个点 爬上树去 把自己捆在树上 捆在树上就等 等到有人经过 就开枪打 看见过一个日本狙击手的眼镜 他的眼镜是 两个黑的全黑的 你看看好像就看不见了 你戴在眼镜上 这个右眼正中间有一个非常小的针孔 他就是靠这个针孔来瞄准的 他那个枪上面好像没有望远镜 他自己呢 就是在树上待一天 然后晚上天黑了 他就下来 下来就自己烧东西吃了 米吃光了就只好吃芭蕉叶子 所以他煮芭蕉叶子都挂了什么都看见了 这个狙击手呢 他一暴露他就要牺牲了呀 所以他也很珍惜他的生命 他打的人要 官越高越好 所以 孙的人 在前线那个丛林那一段的时候 孙的人骑马也不肯 那个汽车不能走他 那官都骑马他 但是在那个丛林里不敢骑马 得自己牵着马走 撞得跟马虎一样 否则的话 他看见你 你看不见他 他在树上的叶子里头 那么 他看见你 穿这个皮靴的 那肯定是官 戴着什么符号的金光闪闪的牌子 肯定是官 他把你打了 所以 在那个丛林那一段的时候 那是 那个官就看得跟兵一样 穿得非常一样的东西 土里土气的 官还牵着个马 自己的马自己牵着 像个马服似的 这样的 没有人敢穿黄皮靴的 我有虫子种类很多的 我也被咬过的 它咬了以后 我去拔它 拔下来 它咬的 那个 等于牙齿了 在皮里头不掉 不出来 我养了很久 这个地方又疼又养 那个 那个虫子 大概两棵大米那么大 我也不知道什么名字 那个虫多得很 不用一般人家怕的呢 就是马黄 马黄这个东西呢 它 附在草叶子上 或者在水里头 你那个 一蹭到身上 它就 会爬到你这个 身体里面去 它爬的过程 你不觉得 它在吸你的血 你也不知道 没有看见 这个 有血了 或者是你脱了衣服 人家看见 马黄 那么 所有的人 我们中国兵啊 就把他那个 空头的降落伞 他的降落伞 一边丢下来以后 就不回收 所以 我们中国兵就拿来 那个降落伞是 尼龙的 划签的 那么 刺得很密 他就拿来 做裤子 连 我们连那个脚一起套进去 连袜子 那么这样子呢 就免得那个 从从下面爬进来 但是也有 吊子上面 从领子爬进去 那个 这个马黄是很多 甚至于在印度都有 那么 那么 我曾经到过一个河边 那个地方很 很 很热 那个 非常洗澡 那个 水里头 马黄很多 马黄很多 那马黄钉到身上 不能去拔 据说也会断 断一点 什么东西在里面 我这个没有考察过 要怎么呢 就是 最好是拿 把盐水啊 或者什么东西的 给它 淹一下 它就缩 它一缩 你就把它拿掉 说是用 涂抹也可以 把它弄掉 掉了 就是那个伤口啊 慢慢渗血 渗的时间 比较长 但是也没关系 你不采汗 也没关系 那么 那个洗澡的问题 怎么解决呢 他就说 我去洗澡 我碰就往水里一跳 跳下去 我马上就爬上来 就叫人看 我身上有马黄油啊 他说没有没有 就塌肥皂 塌了肥皂以后呢 先擦擦 看看有老坑擦下来 然后 蹦一下 跳到水里面 哗哗哗 这样子 弄几下 那个肥皂大概 化掉了之后 马上就跳起来 再叫人查 有没有 肥皂在身上的那马黄 他也觉得有刺激性 他不来 那你洗的 肥皂没有了 他就来丁了 所以呢 你要赶快 肥皂没有完全掉的时候 赶快跳起来 那就比较保险 你如果时间长了的话呢 会要从身上 救一些马黄下来 这马黄 我是也是听说的 就是 那个马黄 爬到膀胱里去了 那就讨厌了 出不来 要开刀 怎么爬进去啊 他从尿道爬进去的 那么小的尿道怎么爬 哎呀 马黄就跟火柴棍是很细的 他吸了血就很粗 他不能马上消化 他吸了血就很粗 不吸血很细的 所以 你说树叶子上有马黄 我去看 你不容易找到的 可是 你走过 碰到树叶 他就会从树叶上 粘到你衣服上 然后慢慢爬进去 爬进去 真是没有感觉 吸了血以后 没有香烟粗 他吸血以前 没有香烟粗 比养火锅差不多 还要吸一点 什么颜色呢 他吸了血以后 就是跟这个 就是跟那个深红暗红色 那种 那种颜色 你没吸血之后 就是黄黄 他也要讲这个保护色 所以他在这个树叶子 从里头 你看看 不大容易发现